美丽的花卉除了欣赏之外 藉由鸭花艺术更能延续植物有限的生命 加上这创作者的巧思 化腐朽为神奇 让植物之美化为永恒 大理区公所最近就邀请不少鸭花创作者 举办花线幸福鸭花连展 作品的素材从花瓣叶子到蔬果皮都有 多幅的作品展现大家的巧思 现在就透过镜头带观众来瞧瞧他们的手艺 像那个我的全部的花材是用菊花 菊花的花瓣去染色的 创作者向大家介绍自己的创作富贵城翔 作品中的花朵透过染色的菊花更显贵气 大理工所最近就邀请这些喜爱鸭花艺术的民众 规划了这场花线幸福鸭花连展 带大家进一步认识鸭花世界 对花很喜欢 我有插花将近二十几年的插花 然后我想说插花最顶多一个礼拜就美了 后来想说 我们也说 我就我们明明交往说 把花压干来就可以保存很久 我想这也不错 花的时间最多的作品 因为它有就是要表 一般我都是以一件花的花海 或者说花的那种整个来呈现 这一幅是完全有以蔬果的部分来呈现这一幅 这一幅的整个作品 所以说要蔬果一般要用叶材类来做成蔬果 真的是有点困难 对我来讲也很挑战性 工所表示 鸭花艺术能延续植物有限的生命 加上创作者的巧思画腐朽为神奇 让植物之美化为永恒 展出者表示 也有些叶子跟花朵取得不易 或是遇到气候影响 无法呈现理想情境 因此有人在作品中是运用了蔬果皮 想不到反而用出意料之外的效果 叶材花就是不用花的 所以老师说看你要用叶子 或是用蔬果 但是今年的叶子 你夏天的叶子很少 所以我才会把它设定代为蔬果 因为九月份的时候是蔬果 比最容易有取得的东西 而且我在煮菜嘛 所以我就想得到的我都用上来 特地用兰花花瓣来表现荷花的感觉 所以它看起来会非常的华丽 然后在背景的方面 我特地强调了不一样的时代感 一般人大概会觉得说 荷花是白天开的 可是我特地把它做成 早上的感觉 这些学员透过学习 押花疏解平时生活上的压力 彼此也交流创作心得 多幅押花作品 也让公所更添一文气息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不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